你好 我今天想做一个 比较简单的 用户提示 现在每一个袋子 有一个都是耐力的嘛 所以我们发觉有一些东西 也是朋友们买的时候 他们已经有机会 会耐烂 所以一个原因呢 为什么每一个袋子 有写一个帮数的 除了我们做这个workout 这些也应生区 每一个都有帮数 好像黄色是最轻的 15到35帮 所以我们耐力 多人耐可以耐得惨 但是你如果我是一个 大男人出来 我要用全身力 有机会可以耐烂的 我的四个耐烂 红色绿色黑色没耐烂过 但是也是有机会 如果用错 所以我们这个黄色带 主要个用户都是小童 老人家 也是有一些人 有什么冰凸位置不好的 不舒服啊 开始用 用黄色是最好的 因为比较轻 比较简单 轻松一点 但是我们也是提示 你们用我们的袋子出来的 一定要保养的好一点 不用放外面太阳 曝晒 晒的时候 因为这个是100%完保 都会什么手造啊 都会有机会 给太阳的光线打乱的 所以也是会比较脆的 所以这个保养不要放外面 洗也是不用用普通水洗 可以了 你不要去用这个 替拿水啊 拿它干净 拿它干净 有机会会对这个发货作用 也是对这不好的 OK 也是说如果我们用袋之前 你真的有时候看看 有什么破位 如果这里这个没破位 但如果有一个小破位 小破位变大 变大 有机会断了 所以开始有个破位 是应该警告出来的 所以每一次袋出来 都是大概用一两年 都是行的 不用用太多 用太多也是有机会 都是会烂的 也是用什么 买什么产品出来的 就是用家怎么用 也是最重要的 初代用做下体 幼一点的做相体 不准做比较敏感 就是tricep位置 也是最好的 最适合的 OK 也是我们也是有 所以有一个警告 我们每一个写的 不是孩子 孩子们也是有最好的 如果太小的 有这个家人陪同 或者也是如果有 有病啊 想到病痛 什么东西 有什么大的病痛出来的 最好不要用了 但是看看医生 看看他什么意见 当然如果要加强 慢慢来 医生也是建议 这个是肯定会建议 这种拉力大的 Visioterapist 因为这个是最好的 如果做recovery ok 希望有帮到你 也是有什么问题 随便找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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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